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费昌做了商王朝的先锋官立下了不少功劳 这个赢费昌就是秦国的先祖 也为辅佐商汤开国有功 所以后来赢费昌就逐渐有了自己的部落 子孙开始逐渐繁衍开来 成了商朝的贵族 在整个商朝 赢氏家族一直长盛不衰 所以人口也开始越来越多 但是到了商朝末年 也被遇上了改朝换代 再加上盈氏家族一直都站在商王朝这边 所以在这次改朝换代的时候 盈氏家族的地位开始暴跌了 据说当时盈氏家族这边 有一个叫斐连的人 当时斐连在盈氏家族内部 有点像是家族的当家人的感觉 同时斐连还是商朝王的亲信 这就导致盈家被彻底绑到了商朝王的战车上 更要命的是 后来周武王击败了商朝王之后 没过几年周武王就去世了 周武王去世之后 因为接下来是右主周成王即位 然后由那位会解梦的周公辅正 所以很多原来商朝的贵族 就开始发动叛乱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盈氏一族也有很多人参与了叛乱 但是最后叛乱却被周公给镇压了 所以在这次叛乱之后 盈氏一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很多人干脆直接成了奴隶 昔日在商朝显赫意识的盈家 算是彻底的家道中落了 在盈氏一族家道中落的过程当中 作为关键人物的匪连 有两个儿子 长宰叫鄂莱 次次叫济盛 这个鄂莱就是后来秦国王族的直系祖先 而济盛的子孙成了晋国的大臣 并且逐渐在晋国内部 掌握了大权 最终和其他的两个家族 瓜分了整个晋国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进 再后来 济盛的子孙成为了后来战国七雄当中的赵国王族 我们说回盈氏一族 也为参与谋反 所以很多盈氏的子孙都被流放到了西边 成了中原人眼里的满意 不过 虽然暂时家道中落 但是当时盈氏一族的前辈 还是凭借自己的本事活了下来 并且开始完成艰难的复兴 在接下来的上百年时间里 盈氏一族花了五代人的时间 逐渐在西边扎下了根 并且开始不断的复兴家族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赢家的一门家传手艺 无疑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门手艺叫做洋马 在古代的时候 马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战争资源 不管是哪一个政权 只要想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必须有骑兵 要想养骑兵 就必须得有战马 而老赢家在养马的这件事上 则是有着祖传的天赋 所以周朝开国百年之后 当时扼来的武士孙赢妃子 就成了周王室的御用马妇 有一次 当时在位的周孝王 去自己的马场巡视 这期间就召见了赢妃子 在这次召见的过程当中 周孝王提出了不少养马的问题 赢妃子全都对答如流 所以在这之后 周孝王一高兴 就直接给他升了官 让他做了王室马场的管理员 这个官职 在古代神话当中 往往也被称之为毕马温 虽然在西游记里面 被封了这个官职的孙悟空 十分不满 最后还直接大闹天宫 但对于秦国的祖先来说 这却是他们家族复兴的开始 此后的几十年里 赢妃子靠着给周王室养马 逐渐得到了周王室的赏识 后来周王室琢磨了一下 觉得养马工作 还是应该再扩大一些 所以接下来 周王室就把今天的 甘肃天水地区直接给了 赢妃子 专门让他养马 因为这块地方当时称之为秦帝 所以后来赢妃子也被称之为秦营 秦国的国号也是这么来的 有了一块专属自己家族的地方 接下来的赢氏一族 就可以更好的繁衍生息了 但是说实话 当时周王室给赢氏的这块地方 还真不算是什么好地方 这块地方远离中原 比较适合养马 但却不适合人类居住 最要命的是 当时在周王室的西边 还有很多西戎人在那里生活 这些西戎人 有点近似于游牧民族 反正是不归周王室管 西戎是一狗作为图腾的 所以也被称之为犬戎 这些西戎人 没事就去袭击一下周王室的边境 顺便抢点东西 给自己改善生活 如此一来 当时地处周朝边境的 嬴氏一族 自然就成了西戎部落的重点 光顾对象 自然环境恶劣 不适合人居住 周围又经常有人来抢劫 这样的生存环境 怎么看都是恶劣至极了 但是对于嬴氏一族的先辈来说 能有一块地方就已经很好了 他们也没办法要求更多 而接下来的上百年时间里 嬴氏一族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从这块小小的封地开始 不断地繁衍 不断地壮大 都说自助者天助 虽然秦人祖先的复兴起点 实在是低了点 但是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 嬴氏一族却靠着羊马这个机会 得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就在嬴氏一族被封到了秦帝之后 周朝的国力也逐渐达到了顶点 开始争讨西边的犬戎 而周朝要和犬戎作战 嬴氏一族所在的这块区域 自然就成了一块桥头堡 再之后 到了西州晚级 随着周王氏自身的力量 持续衰落 周王氏想要抵抗犬戎的入金 就不得不大力支持嬴氏一族 希望嬴氏一族强大起来之后 可以作为周王朝在西方的一道屏障 于是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百年当中 嬴氏一族开始迅速壮大 从一个最初只占据了 五十里方圆土地的不足 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 但是 直到这个时候 嬴氏一族的当家人 依然不是诸侯 只是周王氏的一个普通大臣而已 因为对于当时的周王氏来说 嬴氏一族做出的这些贡献 还不足以得到周王氏的策封 所以 在西州晚期 秦国的雏形 已经出现了 但是秦国的国君却并不是诸侯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一般来说 诸侯国和诸侯都是同时出现 或者说应该是先有诸侯 然后诸侯被封了一个国家之后 才有了一个诸侯国 但是到了秦国这边 其实是反过来的 秦国是先有国家 然后才有诸侯 秦国真正位列诸侯之位 这其实已经是西州末期的事情了 到了西州末期 周幽王在位期间 秦国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据说当时周王氏内乱 周幽王废除了自己的王后和太子 然后这位王后的娘家人就不干了 王后的父亲是当时一个非常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 这位国君一气之下 直接带着自己国内的兵马 联合西边的犬戎 一起杀向西州首都昊京 因为当时的周朝内部同样是矛盾重重 所以当犬戎前来进攻的时候 其他诸侯国也因为种种原因 并没有前来救援 所以在犬戎的进攻之下 西州的首都昊京被攻破 周幽王本人也被干掉了 西州自此灭亡 就在昊京被攻破的同时 远在西北的嬴氏家族 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因为当时嬴氏一族 算是周王氏的核心附庸者 所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当时嬴氏一族的族长 直接带上全部的家底 倾力前来救援 不过最终嬴氏一族还是来晚了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犬戎已经攻破了昊京 所以接下来嬴氏一族的族长 就联合其他几位诸侯 直接对犬戎开战 一场大战之后 大家终于赶跑了犬戎 但同时 昊京也被犬戎劫掠一空 连城池都被犬戎放火烧没了 而接下来 因为周幽王已死 所以嬴氏一族的族长 就和其他几位前来 秦王救援的诸侯一起 拥立了周幽王的儿子 做了新的天子 这就是周平王 因为昊京已毁 所以周平王登基之后 干脆也不再恢复建成 直接搬家去了东边的洛义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平王东迁 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当中 嬴氏一族一直贴身保护 直接把周平王送去了洛义 如此一来 嬴氏一族立下的功劳就大了 不但有着秦王救主的功劳 而且还对周平王有着拥立之功 所以周平王上位之后 直接给了嬴氏一族两个奖励 一是正是册封嬴氏的族长为诸侯 虽然当时周平王只是给了一个伯爵的爵位 但这对于嬴氏来说 也算是天大的喜事了 第二 周平王还承诺 以后嬴氏一族在寒谷关以西 只要打跑了犬戎 那么所有占领的地盘就完全可以归嬴氏自己所有 从周平王给出的这两个奖励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周平王是非常小气的 他给出的这两个奖励 其实都是空头支票 爵位就不用说了 人家嬴氏一族原本就有封国 此时周平王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空头衔而已 而且按照周朝的爵位制度 爵位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级别 伯爵只是第三等 当时的嬴氏一族 对周平王有如此大的帮助 而周平王却只给了一个伯爵 其吝啬的程度可见一半 至于第二个承诺 所谓的地盘更是虚无缥缈 要知道当时这些地盘都在人家犬戎手里 周平王的这个承诺 等于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奖励赢士一族 这简直连空头支票都算不上了 但是如果联系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这两个看似无用的奖励 却偏偏成了秦国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根基 决位让秦国成了一个正式的诸侯国 自此之后 秦国就可以和其他诸侯国在法理上平等地相处 而合法扩张的空头支票 在当时来看确实不太重要 但是在接下来的上百年时间里 这却成了秦国在西北迅速崛起的理论基础 在后来的春秋时代 这个合法扩张的理由曾经难倒了无数的诸侯 后来大家所谓的争霸 其实归根到底 也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合法扩张的资格而已 自从平王东迁之后 秦国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诸侯国 而当时在位的营市的族长 也成了真正的诸侯 这就是秦国的第一位实际国君 秦相公 从厄来生死 一直到秦相公再度成为一国之君 这期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整整时代人 靠着时代人的不断努力 营市一族终于是再次崛起了 当然 接下来的崛起之路 依然很艰难 秦相公虽然拿到了合法扩张的资格 但是土地毕竟还在人家犬戎手里 所以接下来的上百年里 秦国的主要任务 就是从犬戎的手里抢夺地盘 在这个过程当中 秦国先后经历了九位国君 打战无数次之后 终于从甘肃天水地区 扩张到了关中平原 继而占领了大半个关中 到了秦穆公登基的时候 此时的秦国 已经基本占领了整个关中平原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国 到了这个时候 营市一族 其实已经算是完成了复兴 甚至超过了当年在商朝的地位了 而接下来在位的秦穆公 则是秦国历史上 一位最有分量的国君 他的存在 成前起后 直接决定了 接下来两百多年的秦国 就在之前 秦国埋头扩张的这一百年里 中原地区 其实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平王东迁之后 周王室的力量 开始迅速衰落 导致各大诸侯国 开始逐渐崛起 在这个过程当中 齐晋楚焉等诸侯国 逐渐开始兼并其他国家 迅速扩张 而到了秦穆公登基的时候 几个一流强国 已经彻底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且 当时正是齐国的齐桓公在位期间 齐桓公九和诸侯 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霸主 而且 齐桓公尊王壤仪的思路 也成了接下来其他诸侯纷纷效仿的对象 所以 秦穆公登基之后 见到中原腹地的局面风起云涌 也开始打算东出函谷关 去中原腹地插上一脚 当然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 当时的秦国已经占领了整个关中平原 在函谷关以西也已经到了没有扩张空间的地步了 秦国如果想要进一步扩张 最好的方向就是杀向中原腹地 但问题是如果想要东出函谷关 秦国就势必要面对一个一流强国 这个强国就是晋国 当时的晋国 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山西地区 并且还在不断向外扩张 直接控制了函谷关以西的地盘 所以 秦国想要东出 就必须要面对晋国 最开始的时候 秦穆公其实也没想和晋国开战 而是打算通过联姻的手段 从晋国手里友好的换取通道 所以接下来 秦穆公娶了晋国老国王的女儿 但是没想到的是 晋国老国王虽然做了联姻 但联姻之后 却根本不提通道的事情 所以 在之后 秦穆公就想和晋国打一仗 武力夺取通道 结果 秦国和晋国之间 你来我王几个回合之后 秦穆公发现 根本就奈何不了晋国 所以在之后 秦穆公又打算通过联姻的关系 插手晋国的内政 扶持和秦国交好的晋国国君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 晋国的老国君去世 秦穆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不断和晋国联姻 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了自己一个大舅哥的儿子 希望将来这孩子上位之后 能给秦国通道 但结果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不管晋国那儿谁做国君 不管秦穆公怎么结亲 怎么插手晋国内政 人家就是不给通道 所以 二十多年之后 秦穆公又盯上了一个新的人选 这个人也是他的一个大舅哥 只不过之前也为晋国内乱 在外流亡了十九年 接下来 秦穆公直接扶持这位舅哥回国 送他上了国君的宝座 而这位被秦穆公扶上宝座的晋国国君 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晋文公上位之后 出于晋国利益的考虑 也不想给通道 但他又不愿意得罪秦穆公 所以接下来 晋文公就忽悠秦穆公 提出两国一起去打楚国 楚国被打败之后 晋国少了一个强敌 秦国也能从楚国那边 夺取东出的通道 在晋文公的忽悠之下 秦穆公当时也被唬住了 直接同意了这个计划 所以在之后 秦晋两国开始围殴楚国 当时齐桓公已经去世 齐国因为继承人的问题 开始内战 从而国力暴跌 几个大国正在忙着 争夺新的霸主之位 原本楚国刚刚击败了 老牌强国宋国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结果 楚国却被秦晋两国直接围殴 瞬间就被打下去了 就这样 晋文公顺利击败了楚国 成了春秋时代的第二个霸主 不过 打着打着 秦穆公就发现不对劲了 为什么秦国打了那么多仗 死了那么多人 但却依然没有东出通道呢 反倒是让晋国成了霸主呢 最关键的是 秦穆公忽然发现 如果楚国真的被灭了 那以后晋国就会占领整个楚国 秦国以后就更没有东出的机会了 所以 在秦穆公的晚年 他便开始调整策略 改为联储抗进 就算不在东出 也不能让晋国灭了楚国 因为楚国一旦被灭 秦国就彻底成了西方的孤立大国 接下来晋国就可以轻松灭掉秦国 就算是为了秦国 也不能让楚国被灭 反倒是要让晋楚双方常年打仗 这样才对自己的国家最为有利 秦穆公的这个策略 后来被秦国延续了上百年 整个春秋时代 秦国后来的基本国策 都是联储抗进 但同时 自此之后 秦穆公彻底放弃了东出的念头 转而在西方专心发展 而晋国这边 则是趁势利用地理优势 对秦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封锁 这就是为什么 自从秦穆公去世之后 秦国在春秋时代的戏份 忽然就变少了 另外 秦穆公临终之前 还留下了一个遗诏 要求当时朝堂上最优秀的几个大臣 给自己殉葬 其他国君殉葬 都是用妃子和奴隶 秦国却是用大臣 如此一来 其他国家的人才 自然就不敢再到秦国做官 生怕自己也被拉去殉葬 所以 后来春秋中晚期的时候 秦国的内部就再也没出过什么特别优秀的人才了 但同时 秦穆公留下的这个制度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至少 也为优秀的大臣都被殉葬了 秦国内部就很难再形成超强的士大夫家族 如此一来 秦国也就避免了后来三家分禁那样的事情出现 所以 秦穆公留下的这个殉葬传统 对于秦国来说 只能说是祸福相依了 而秦穆公去世之后 接下来的整个春秋中后期 秦国虽然是四大强国之一 但是存在感却少得可怜 只有春秋后期的时候 楚国被吴国攻破了王都 秦国派兵救援 防止楚国被灭国 这件事 秦国算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其他的时候 秦国基本上都是偏安西方 一直在西方发展 同时 也为常年在西方发展 所以秦国缺少了和中原诸国的交流 并且内部也十分缺少人才 接下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秦国一共历经了十六代的国君 并且不断地在衰落 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 也正由于秦国的弱势 所以在这两百多年里 中原诸国又开始了一番风起云涌 春秋中后期 秦国开始压制其他诸侯国 一家独大 但是后来又被韩赵为三家瓜分 秦国衰落之后 吴越两国又开始争霸 然后又开始了衰落的宿命 就这样 随着三家瓜分秦国 历史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战国时代 到了战国之时 秦国忽然发现原本强大的晋国竟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韩赵为三国 所以此时的秦国就再次产生了东出的念头 在秦国人看来 自己之前也是四大强国之一 单打晋国尚且不难 而现如今 秦国分裂成了三个国家 那么自己只打三分之一个晋国 还不是守到秦来的吗 但结果 就在秦国刚刚产生这个念头之后 紧随而来的 却是直接被打脸了 简单来说 就是当时秦国向三进之中的魏国方向发力 但没想到的是 当时秦国这边出动了五十万大军 却被魏国的五万新兵被暴打了一顿 而且直接被打到全军崩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阴晋之战 而魏国那边领兵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器 五十万人 反过来被五万人调打 这种事情 不光后世看来觉得匪夷所思 就连当时的秦国执政者 也很难理解 不过 此战之后 秦国高层也开始进行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夸张的事情 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 秦国高层得出了一个结论 原来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人家魏国当时已经变法了 而变法这种事 在战国初期 绝对是一个主旋律 简单来说 就是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随着野铁技术的不断成熟 导致以往的土地制度崩溃了 而土地制度的崩溃 就直接导致了社会和国家制度等方方面面都开始发生了巨变 如此一来 率先建立起新制度的国家 国力自然就会迅速提升 而国力提升之后 紧随而来的自然就是军事制度的改革 通过军事制度改革 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然就暴涨了 这就是之前秦国五十万人被魏国的五万人暴打的根本原因 对此秦国高层其实早就知道 但问题是当时的秦国想要变法还真不是太容易 因为一旦开始变法 势必就会触及到那些贵族的利益 比如说按照原本的制度 所有的平民和奴隶都得给贵族打工 贵族可以什么都不做 躺在功劳部上吃老板就行 但是一旦变法 贵族们就得去工作 这可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为了秦国再难也要变法呀 所以自从燕军之战结束以后 秦国历经的三代国军一直都在忙着为变法做准备 具体来说 大致就是强化中央集权 强化国军能控制的军事力量 只有当国军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可以压制那些老贵族的时候 才能真正的完成变法 所以在这三代国军的在位时期 秦国虽然依旧被率先变法的为国暴打 领土也丢了不少 但一个新生的强大种子 却也开始孕育而出了 如此在这三代国军之后 公元前361年 秦孝公即位了 从秦孟公到秦孝公已经过去了16代国军 秦孝公即位之后也为有着之前三位国军给他打下的基础 所以秦孝公登基后不久就开始主持变法 这时一个关键的人物来到了秦国 这个人就是商鞅 商鞅原本在卫国做官 精通变法事宜 而到了秦国之后 秦孝公开始全力支持商鞅 对秦国进行各种改革 在商鞅的变法之后 秦国开始承认土地私有制 允许土地买卖 并改革了军事体系 商鞅变法的内容有很多 总之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彻底焕然一新了 成功变法的秦国几乎等同于脱胎换骨 而接下来秦国自然就要开始对外扩张了 和当年的春秋时代相比 此时的秦国拥有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原本一家独大的晋国已经没了 分裂成了韩赵为三家 而三国共存的局面 则是给了秦国彻底东出的机会 如果晋国此时还在 那么秦国大概率可能还是无法顺利东出的 接下来秦孝公在位的时候 夺回了当年被魏国夺走的河西地区 恢复了秦国的版图 秦孝公之后 接下来即位的秦惠文王 则正式开始执行东出的作战计划 秦惠文王在位期间 重用纵横家张义 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 避免了被其他国家围攻的局面 同时缓缓扩张 同时他又重用公孙衍 司马错等人 积极地对外开疆拓图 这期间秦国打垮了身后的义渠国 又扫平了巴蜀之地 自此之后 秦国有了战国七雄当中最大的战略纵深 而且身后再也没有了敌人 可以全力地向东发展了 秦惠文王去世后 接下来即位的秦武王 在位时间比较短 对秦国的影响还没那么大 而秦武王去世之后 秦惠文王的另一个儿子 也就是秦武王的弟弟正式登基 这就是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登基之初 也位是幼年即位 所以秦国常年由秦昭襄王的母亲 也就是当时的秦国太后控制 这个太后 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芈月 芈月主政期间 秦国彻底吞并消化了 以秦国和巴蜀 同时 芈月开始专心攻打韩魏两国 并开始在韩谷关以东 占领了较大的土地 在秦国的暴打之下 韩魏两国迅速地衰落了下去 除此之外 秦国还利用齐国犯众怒的计划 和其他几国联合讨伐齐国 最后直接把齐国打得一蹶不振 自此之后 齐国就开始了绥靖政策 再也不去管国外的事了 随着韩魏齐三国被打压下去 芈月也逐渐老迈 此时 秦昭襄王开始掌权 秦昭襄王掌权之后 开始对剩下的两大强国 赵国和楚国发力 首先 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 对楚国开战 在白起的进攻之下 秦国一口气夺下了楚国的首度 同时占领了楚国的大片领土 并且在烟影之战当中 消灭了楚国大量的有声力量 此后 秦昭襄王又把楚国当时在位的楚怀王 骗到了秦国彻底软禁了起来 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 楚国开始国力暴跌 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楚国正处于变法的紧要关头 被秦国这样一搅和 楚国再也没有了完成变法的希望 所以在这之后 楚国著名的大臣屈原 才会投降而死 因为他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了 楚国被打下去之后 六国当中 就只剩下赵国还算强大了 所以接下来 秦国就开始和赵国交手 最开始的时候 秦昭襄王其实是想要避免和赵国决战 因为当时秦国连年打仗 国力损耗也不小 但是后来 因为韩国用了一连串的计策 所以导致秦国不得不提前和赵国进行决战 这场决战就是著名的长庭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 也为秦国主帅白起发挥的极为神勇 所以导致赵国的四十万精锐 直接被秦国给全部消灭了 这一战 秦国直接把赵国彻底打得由胜转摔了 当时赵国国内有一多半的轻壮男人 都死在了长庭前线 所以此战之后 六国当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单独抗衡秦国 所以在长庭之战结束以后 战国时代的局面 就从原来的七雄争霸 变成了秦国横推六国 不过长庭之战结束之后 也为秦国高层的内斗 丞相范居担心白起的功劳过大 会威胁自己的地位 所以就力劝秦昭王退兵 而秦昭昭王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 而这次撤兵 也让秦国失去了 马上灭赵国的机会 因为在这之后不久 其他几个国家 不愿看到赵国被灭 开始纷纷前来增援赵国 于是当两年以后 秦国再度来袭的时候 面对的已经不是赵国 而是几个国家的大联军 就这样 秦国难得遭遇了一次大败 这场大败 再加上秦国之前的连年征战 导致秦国内部的青壮年士兵 折损得十分严重 从而国力大损 最关键的是 就在这之后不久 秦昭昭王就去世了 秦昭昭王去世之后 也为秦国高层间 开始了长时间的内斗 再加上秦国的国力 在之前也损失了不少 所以接下来的十年里 秦国开始暂缓了 对外扩张的脚步 当然 到了秦昭昭王去世的时候 秦国一家的底盘 已经快要比得上其他几个国家的总和了 除了楚国之外 其他的五国 就算地盘加在一起 也没有秦国的大 而秦昭昭王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还没等正式即位 就去世了 这就是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去世之后 其子秦昭昭王上位 但秦昭昭王仅仅在位三年也去世了 他在这期间唯一的贡献 就是灭了周王氏 而秦昭昭王去世之后 他的长子嬴政即位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始皇 不过 秦始皇登基的时候 仅仅只有十三岁 所以那时秦国的大权 长时间地掌握在丞相吕不韦 以及王后赵姬的手里 简单来说 在秦昭昭王去世之后 秦国三年之内就换了好几个国君 而且都是主少国仪的局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秦国自然无法像以前一样对外扩张 不过这段时间倒是也给了秦国一个修养生系的机会 其他六国虽然在这期间也在恢复 但因为秦国的地盘最大 人口最多 所以还是秦国恢复的更快 如此 又过了几年之后 已然成年的秦始皇 干掉了王后赵姬的宠臣落矮 然后又驱逐了吕不韦 从此彻底独掌了大权 秦始皇掌权之后 秦国庞大的战争机器 就开始再次被发动 驱逐了吕不韦之后 秦始皇先是花了七年的时间继续修养生系 并且强控整个国家 七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前230年 秦国首先灭掉了最弱小的韩国 紧接着在一年之后 秦国又灭掉了赵国 灭赵之后 秦国又趁势打了一下殃国 并吞并了殃国一多半的土地 再之后 秦国又趁势灭掉了魏国 魏国被灭之后 秦国东出的大门已被彻底打开 而仅存的几个国家当中 此时唯一还能抵挡秦国的 就只剩下楚国了 当时的楚国 国力也十分强大 尚可与秦国一战 所以当秦国灭完魏 转而开始灭楚的时候 第一战 秦始皇派出了李信等人 甩20万大军灭楚 结果 却被楚国用40万人给击退了 直到第二战 老将王俭出马 调兵60万 并且对峙了将近一年之后 才彻底消灭了楚国的主力 楚国主力被灭之后 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 就再也无法逆转了 公元前222年 王俭彻底平定楚地 同年 王俭之子王奔 北上灭了燕国的残余势力 以及赵国的残余力量代国 这几个国家都被灭了之后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徽师东晋 进攻最后的齐国 此时的齐国 根本没法抵挡 直接投降了 随着齐国的投降 秦始皇彻底统一了中原 自此之后 后面的历史就是秦朝的历史了 从厄来生死 到秦湘公立国 再到秦牧宫东处 秦孝宫变法 最后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这才是完整的秦国历史 所以大秦王朝的历史 虽然只有短短十四年 但秦国的历史 哪怕是从秦湘公立国开始算 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也足有五百五十年之久 而如果从秦妃子开始算起 那秦国的历史就已将近七百年 好了 这一集就是这样 这里是床台 你的床边电台 一个穿越古代 细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 再见